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有人让我聊聊巴基斯坦的军队 这个问题挺敏感的 以前我也想跟大家认真真聊这个话题 并且把我的一些视频资料都可以放进去 但是咱要遵守平台的规则 这已经是最大极限了 我挑着说 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并不差 国家是比较落后一点 但是军人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主要还是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 不仅在本国 还经常去叙利亚实战 去土耳其培训学习 美国佬也经常给他们军事训练 可别小看了 这都不重要 这个是题外话 咱说巴基斯坦军队 巴基斯坦军队是真正的白军做生意 军官待遇非常好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张图片是在卡拉奇的海岸线边 看到一排排别墅了没有 这些别墅是巴基斯坦国防住房管理局 给巴基斯坦军官安排的 但凡是连长银长级别以上的 都给你安排住房 这个地区就是卡拉奇的DHA区域 那只是卡拉奇军官有这样的待遇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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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 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城市军官都安排这样的住房 在拉荷尔的DHA区域呀 在伊斯兰堡的DHA呀 白沙瓦的DHA呀 包括像穆尔坦的DHA呀 这种类型的住房 遍布巴基斯坦的所有大城市 顺带说一句 巴基斯坦的公务员享受的待遇也挺多的 看病都是免费的 另外我刚刚说 巴基斯坦军队做白军生意是怎么回事呢 有哪些生意呢 听我给你数数啊 你问其他人几乎很少人知道 甚至在哪个 甚至在那个体制里面 也未必知道的那么多那么全 当然我今天也不会给你讲全了 太多挑着说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阿斯卡里 有一个这个游乐园 是巴基斯坦军队经营的 以后别去那里找事 背景很强大 军队经营这个游乐园 有意思吧 另外像伊斯兰堡大学 拉荷尔大学 菲萨拉巴德大学 还有很多院校 基本上都是军队经营的 还有像工厂 这里就海量信息了 还有医院 伊斯兰堡最好的那个 在基九公园对面的医院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很大 那就是空军医院 规格很高 我去过两次 环境服务相当好 中国人有特殊通道 不需要排队 那里的设备 检查设备也很好 还有拉荷尔的许多医院 这些项目都不是我要说的 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 毕竟这个项目都很大 但我要说的 你可能想不到 巴基斯坦的那个叫Fuji 那个早餐卖片品牌 他们也做什么怪味豆啊 什么小零食啊 那这个品牌呢 是家喻户晓 这是一家企业 同时也是一个慈善信托机构 为退役军人及家人提供就业机会 在巴基斯坦没有军队支持 总统说的不算 军队拥有绝对的权利 另外他们还拍电影 像巴基斯坦的ISPR合作的电影 被证明是票房最高的电影 还有水泥厂叫什么JK吧 J&K 另外像银行啊 商场啊 房地产啊 你能想到的一切大型工厂 都是军方在做 还有拖鞋厂 塑料的拖鞋厂 至于武装部队里的 什么装甲车呀 枪支啊 什么船舶呀 那都是最基础的 这些东西 大家可不要以为是 他们自己消费的 是军队消费的 这都是为了盈利而对外销售的 很多人说每年巴基斯坦的 80%的预算用于军队 但实际上 只有百股 国家只有18%补贴给军队 其他的20% 人家是通过自己的各种企业经营而获得的 怎么样 想到 想得到吗 即使你有巨大的资本 想去巴基斯坦投资 但是没有找到他们和你合作 那么你的生意在巴基斯坦是做不下去 或者说是做不大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